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练习圆滑奏 这节课要练习的是下行圆滑奏 所谓的上行或者下行指的是乐谱中音高的走向 旋律往高音走,比如上节课介绍的例子 从缩到拉 我们用左手敲击琴弦的方式来发音 这叫上行圆滑奏 而今天要练习的下行圆滑奏则是旋律往低音走 比如从拉到搜 我们的左手要先按住拉这个音 或者说和右手拨弦的同时按压去 等拉这个音拨响后 用左手将搜这个音勾出来 这里要稍微展开说一下 有些同学是先接触了民谣或者指弹吉他 然后才开始学古典吉他的 这两个节课介绍的圆滑奏 在民谣吉他的六线谱中是这样来计谱的 用H和P两个字母来表示这里要使用圆滑奏 H是Hammer Arm的缩写 Hammer是锤子或榔头的意思 也就是敲 而P是Pull Off的缩写 Pull是拉 拖的意思 有时候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语言表述下 你会发现一些细微的区别 比如刚才我在介绍下行圆滑奏时 我用的词是什么呢 是勾 但这个动作英文用Pull Off用拉的意思 勾和拉不太一样吧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把镜头拉近到左手 我来解释一下 我们学过右手的拨弦方式 有靠弦和不靠弦两种 如果你看过跳动的玲珑这本书 或者听过中央音乐学院陈志老师的讲座 他们在介绍下行圆滑奏时 会建议你用左手靠弦的方式来练习 左手先横向的拉动琴弦 在手指离开琴弦后 先靠在下一根琴弦上 然后手指再放松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要加强手指在勾弦的时候 指尖对琴弦施压的感觉 很多人在做下行圆滑奏时 只是让手指快速的离开琴弦 这样的发音不够清晰和结实 所以左手靠弦的方式 会让你的指尖充分的感受到 在离开琴弦之前 拉动琴弦 给琴弦增加压力的手感 这样的发音 就会更清晰和结实 在实际演奏中 不一定要这么做 但透过这种方式练习 你的下行圆滑音 一定是足够清晰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动作 在英文中用Pull Off 用拉来表达 因为在拨弦时 手指是先拉动琴弦的 但是要注意 手指过弦的速度不要太慢 否则就会变成真正的拉弦 琴弦的音就升高了 和上节课一样 我们用第一把位来做 下行圆滑奏的练习 请看普利 先用二指 待会你也可以用一指 三指和四指 在每根琴弦上练习 你可以试着 像刚才说的一样 先用左手靠弦的方式 来练习 但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样做的话 指尖和琴弦的摩擦感会增加不少 甚至可能指尖会有点疼 也可以先不这么练 只要勾弦时注意一下角度 不要碰到下一根弦就好 把下一根弦也播出声音来 和上行圆滑奏的要求一样 实质和音量都尽量做到均匀 不要变成 都是八分音符 好 用一指 三指 三指 好 四指 你可以用第四品来练习 也可以像上节课说的一样 先用第三品 让小指先靠近一点拇指 让它变得更有力量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四条旋律练习 前三条都在第一把位 最后一条 第四条 在第二把位 请特别注意 三指 今天这节课布置的练习曲 有上行员滑奏也有下行员滑奏 还有一个新的要求要用到扫弦 我先说明一下各位要注意的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小节的普利 这首练习曲主要要突出的声部 在低音是由大拇指负折的 在第一小节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负点四分音符 加上一个八分音符 也就是一拍半和半拍的实质 所以如果按照一个正常的速度 第一行你会听到低音是这样的进行 这样的感觉 好 第四小节出现了一个记号 朝上的箭头 这个就是扫弦的意思 上面写一个I指 表示用I指来扫弦 怎么扫呢 用我们I指的指甲盖 从低音往高音的方向 扫出去 好 所以箭头虽然向上 因为箭头指的是 在普面上指的是音高 但我们实际上动作是往下打 往下扫 扫的时候 尽量跟琴弦垂直的方向 把手指伸出去 不要打成斜的 效果会差一点 好 所以第四小节听起来是这样 同样 第八小节也是 好 我们再来看第十小节 第十小节 在这份谱中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有上行的圆滑奏 也有下行的圆滑奏 上行就用敲的 下行就用勾的 好 再来看最后两个小节 又出现了扫弦的记号 不过它上面写的是P纸 我们用P纸来扫弦 好 那这时候你可以选择 你需要什么样的声音 如果你希望这个扫弦声音 是强劲有力的 你可以把手腕抬起来一点 稍微用点指甲 或者也可以把手腕放松一些 手指伸开来 用大拇指的肉 多一点 你可以得到这样柔和领的声音 这个由你决定 好 请听完整示范 谢谢大家 这节课的练习曲叫 斗牛市之歌 提到斗牛市你会联想到哪个国家呢 应该是西班牙吧 斗牛市西班牙的国粹 还有一种叫做Flamingo的艺术 也是西班牙的国粹 在Flamingo的表演形式中少不了吉他 而且演奏风格相当热情奔放 有大量的扫弦 这节课的彩蛋就请各位欣赏一小段 精彩的Flamingo吉他独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